日前人气歌手方大同惊喜空降广州 为即将在11月举行的 TIO灵星之子巡回演唱会佛山站提前宣传造势 前行创作已久的方大同 此次带着满满的诚意到来 相信一定会为一路相伴的歌迷们 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吧 惊喜啊 就是我一般是没什么惊喜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演唱会上面歌单吧 我觉得歌迷 因为也很久没有在广州见到我的歌迷了 所以大家都应该会能够听到 就是各自想听到的歌曲 歌单挺丰富的 然后在灯光上啊 这个灯光与音乐的一个结合是做得非常不错 那很多歌迷看完也觉得 这次灯光效果做得非常好 发布会现场来自不同地方的歌迷们纷纷到场支持 更趁着方大同出道十周年之际 亲自为偶像献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场面可谓十分温馨 不过话说回来 近年来方大同在音乐方面逐渐减产转战幕后 那么不知道下半年在音乐方面还会有哪些计划呢 今年啊 今年还会有一些爱梦 因为年底还会推出第五本和第六本的爱梦梦游书 所以也会推出两首就是助理曲 然后也应该会自己考虑推出单曲 就是自己放那种单曲也是会有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